咱们聊聊吧 我不和屌丝说话 我女朋友最讨厌别人说我屌丝了 你屌丝还有女朋友 你再叫我屌丝信不信我女朋友会教训你 来啊 叫她来教训我呀 亲爱的 知道怎么样才能想得住我吗 不知道 你想知道吗 想啊 肯定想的呀 你能卖带我是吧 还想想得住老娘 你咋不上天呢 大学毕业以后你都干嘛去了 没干嘛 总天在家 没工作吗 毕业好几年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 直到结婚以后才找到试作 哦 那你做的是什么 洗衣 做饭 拖地 带孩子 老上 我看到老王昨天衣衫不整的从你家出来了 不可能 我昨天一天都在家 真的 我绝对没看错 那你想怎样 没有 我就好心提醒你一下而已 你如果真的是好心 那就别跟我老婆说这件事 亲爱的 我想买这套泳装 不买 太贵了 哪里贵啊 才三十块 可是你要花多少钱才能减肥穿上这套泳装呢 昨天你生日 你老婆送你什么礼物了 给我买了新衣很久的手表 那手表呢 拿出来看看 过完生日 我老婆就拿去退了 小葵 你穿多大的 我送你一套 什么多大 凶罩啊 我还没打算戴凶罩 为什么 我太小嘛 等长大了再戴 你都快二十五了 还小 我说的不是年龄 你咋这么开心呢 刚才在商场等厕所 听到旁边两个男女的对话 太有趣了 什么对话啊 你男的 估计很急 他对仙道的一女的说 大姐 让我先上吧 我都快捏不住了 那女的回答道 大兄弟啊 不是姐不让你先上 你好歹还有个捏的地方 姐我可是夹得腿都麻了呀 昨天和你一起逛街的那女的是谁啊 我女朋友啊 你恋爱了 是的 你觉得我女朋友怎么样 不错 你这评价太敷衍了吧 我好不容易才追到的 你就不能多说几句吗 真的不错呀 很漂亮 如果让我用一种鸟来形容它 它就像一只天鹅 如果让我用一种蔬菜来形容它 它就是个好白菜 如果让我用一种花卉来形容它 我只能说的是一朵鲜花 让你去买西瓜 你怎么没买啊 去了市场 才发现没带零钱 那你给人家一百的呀 我给了 老大也不收 他说最近收了好几张假币 宁愿不卖我西瓜 也不敢再收一百的了 也难怪 最近确实有一伙犯罪分子 专用假币糊弄老年人 我和争死这帮畜生了 要不是他们这么没良心 我这帐早就花掉了 长大以后才发现 小时候做过很多又傻又丢人的事 我也是啊 你做过最丢人的是什么事 那我爸妈避孕套跟同学一起当气球吹 这算什么 我干过更丢人的 是吗 说来听听 八岁那年不小心看见哥哥在打飞机 我问他在做什么 哥哥告诉我他在练武术 我问他这武术怎么打人 哥哥说 这种武术不是用来打人的 是用来表演的 这有什么丢人的 我永远忘不了 那年六一儿童节 老师让我表演节目的同学上台自由表演 然后我上去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久没遇到你了 最近干啥去了 前几天去找小姐 突然遇到警察扫黄 幸好我机智 找了个安全的地方躲了起来 可没想到 突然电话响了 我立马按掉了电话 那一刻 我知道我死定了 被警察同志发现了 没有 那为什么说你死定了 我竟然按掉女朋友的电话 亲爱的 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因为你没钱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的家人很有钱的 哥你干嘛没告诉我 那人是你老婆呀 哈哈哈哈 你出差的时候 想你女朋友了怎么办 没想到一次 我就抽一根烟 你上次出差两个月 就是这么干的 是的 有效吗 必须的 你没发现我出差回来 就戒烟了吗 哈哈哈哈 你们女孩子 是不是都爱看韩剧啊 是的 但不怎么敢看 为什么 因为每次看完韩剧 就会觉得身边的男生 太差了 那你这么说 我们男的 以后都不敢看AV了 哈哈哈哈 我昨天和女朋友 爱爱完以后 告诉她 我得了爱滋 啊 哈哈 她当时的反应和你一样 真的吗 真的 她的反应就是这样的 我是说 你真的得爱滋吗 开玩笑的了 我故意吓吓她而已 哦 原来这样 那我就放心了 哈哈哈哈 亲爱的 我怀孕了 真的吗 真的 但孩子不是你的 你个贱货 孩子到底是谁的 是我们两个的 为什么 撓 孩子 我 都是 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